透过这些艰困的环境 所以就像被毒打又不让你死 有些人会提早自杀 因为他忍受不了这个苦 但是在这种状态 你还是要保持背心 所以有一位上师讲一句话 生命最大的危机 就是对你的敌人失去了背心 好在25年关出来 他这个危机堵过了 他没有对伤害他的人 生起了这种不慈悲的想法 那我这样说 各位怎样你就知道 欧玛尼勉勉弘是什么意思 就不间断的慈悲 而且要祝福福萨加持我 让我的小慈悲变成大慈悲 让我永远不舍弃众生 所以我们大圣佛教的 什么叫归佛 不舍弃众生 不舍弃不提心 不舍弃劝发菩提心 不但你要发菩提心 你要一直劝对方 一直要鼓励对方 所以希望各位哪一天 要死的时候 还要牵着你旁边的人 要发菩提心 断气 真的很多老儿上都这样 所以我很佩服 我从小就很佩服 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 因为我是学佛的 可能过去是吧 所以他这个意念 让我觉得很好 革命 愤怒 救中国 然后再死 因为他最后一口气 他还在想着 这个事情 所以有一个老儿上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那么爱孙中山 我说对 我自己的存在 所以我再实践 孙中山的思想 然后这个老儿上说 他是你爸爸 那我更感动 我有这个爸爸 真有福报 革命 奋斗 救中国 现在还不是救中国 救世界 但是你不能退转 退转就是 我刚刚强调 因为你的自私 你的抱怨 你的冷酷 你的懒惰 就会把你的悲心 给伤害掉 所以 所有的教法 不离开大悲心 大悲心包含 所有的教法 没有了大悲心 你读到佛学博士 也没用 你出家一百年 也没用 因为这个就 不是大乘佛教 不是大乘佛教的话 那你反而会伤害佛教 一个寺庙 如果动机不是悲心 就给信徒 很大的打击 那他觉得 我满怀悲心 满怀虔诚 要来这边拜 就得到一个 怎么这么现实 那所以这一点 然后反而会 断然发生毁灭 所以现在甚至有人说 师父我想要出家 但是我不知道 去哪里出家 因为我不知道 哪里有悲心 那我就跟他说 不要依靠别人 你从你自己做起 你从你自己 你已经知道 慈悲是什么样子 你用这个样子 这个尺度去要求别人 这是你自己的错误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如此 法而如是 古着而是 你要孤独的 用慈悲心 去感化对方 去改变对方 而不是舍弃对方 就像我的师父给我说 很多人在感情场赚钱 那我们要不要过去 要 就是因为他们在感情场赚钱 那些受苦的众生 没得度 那你要站在那边念 你要更认真 连这个造业的人 你都要度 你不能说 我是度可怜的 但我不度造业的 那代表你有分别性 因为这是最大的力量 这个力量如太阳一样 马上他们就可以得到超度 为什么超度 被你感动 因为你用这种慈悲三昧 你就可以感动他的心 他的心一被你感动 他就舍离那种执着怨恨 痛苦 因为这里面你包含了空性 一种利他的悲心 所以慈悲才能超度 那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仪轨也好 这些事物 那是一种方便 可以让他感受到我们的慈悲 就像你送给对方一朵花 送给他礼物 他的心很舒服 然后呢 进一步来给他说法 所以这个叫方便波罗蜜 所以好 那各位这样了解 也就是说 我希望各位每次在做修行的时候 都要这样来前行 在悲色 慈悲如野马 菩提心如高山 信心如阳光 那你要以升起这个前行 所以众生苦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而对你所修行的 那是上师师父给你的这个教法 那是你阿弥陀佛 信心 绝对的信心 因为信心的阳光照着你 雪山就会留下甘露 三宝的力量就会融入在你身上 然后呢 这个是前行 那正行呢 那就安住在空性 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就算脚痠啊 喉咙痛啊 也很痛苦啊 你还是专心在法上面 无分别的正念在送这个经典 在修这个仪轨 这个叫正行空性 然后呢 结行回向 所以所有的这样子的苦修 包括圆满的悲心 目的都是要回向给众生 成就无上菩提 那这个叫大手应无知 所以前面的悲心菩提心信心 正行的空性 觉醒的回向 那我想 这是非常好的 在藏传佛教的教法 那如果你用这个教法 来读华言经 来读地藏经 来放生 来焉共诗实 拜佛就像各位今天做早课 能够含山众生 阿摩 听到各位穿个海青 在那边念诵 如果你只有 你没有悲心的话 那可能这个范围就在这边 如果你有悲心的话 那所有法界都看到 这些菩萨们在共修 在为众生 在共修 所以你要有空性 你才不会障碍你的力量 那什么时候有空性 当你有悲心 想要立众生的时候 自然这个我子就消除 所以慈心 悲心 菩提心 是进入空性 最快的方法 那当然 像各位我在讲这个 你对外面的人不见得要讲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说 你有没有发菩提心 问题是对方 马上一个问号 什么叫菩提心 因为他不懂 你不能给他讲这些名相 你只能说 表现出那个力量 特别在西方国家 各位要 要以心传心 这是超越原文字的 真正的禅是超越原文字 不立文字 以心传心 把这个力量 融入于对方 你手上哪一朵花 就在这里面 你不能跟对方讲 你是佛教徒 那我就跟你对立了 所以 而且要 只是 不分任何宗教 爱 平等 帮助对方 那是共同的意愿 那只要从这里面 去表现出来 所以 我想原文字懂得再多 但是要从实际的行为 表现出来 所以以前我们在 在撒米的时候 老和尚都会看 哪一个人 撒出去的米 是发光的 如果你有称恨心 你撒出去的米 是个火球打到对方 哪一个人的水是甘露 如果你没有背心 你这个水撒出去 那个鬼骂死你 干嘛撒瘤酸在我身上 所以这个叫 密法在这边 那我们要持足利益众生 平常你喜欢生气 喜欢在那边 你这个时候你要控制一下 至少对不起我这五分钟 我安住在这里 因为我不要撒瘤酸给人家 不要丢子弹给对方 等一下我们要去战争的地方 各位再丢子弹还得了 再挥动战旗 不是慈悲 因为你的心态决定它的力量 这样佛教才不会执着外向 你的心态要准备好 跟我来吧 跟我来吧 你不要编绘说不要跟我来 我帮你超度 因为你自己都畏惧对方 对方更怕你 你怎么赌对方 所以为了要帮助对方 每一个动作你属练出的时候 也要保持在这种状态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这样练习 因为我发觉 虽然很多人在修行 但是不太容易进步 不太容易进步 因为他没有决心 在南存佛教有一个波罗蜜 那个叫决意波罗蜜 不能慢慢来 你现在听到了 你就要我决定 所以佛陀能够成佛 就是这样 坐在金刚宝座 我今天不能开悟 此我也不离此做 要有这个坚固的心态 所以对每一个 因为我们要突破的痛苦太多了 一个小小的痛苦 你都突破不了 那就没办法 你要有一个决心 就像那天赞奖法 师父 我决定不吃糖了 OK 你这样发怨 我也要发怨 我决定不吃冰淇淋了 因为我们去 我们去德国时代没办法 早晚都吃冰淇淋 冰淇淋加薯条 太好了 但是这个是一种欲望 所以但是你要 如果你没有一个决心 那就没办法 所以决心在我们大圣佛教 就融入于哪里 来 精进婆罗蜜 精就是专心 进就是不退 要专一不退的 去征服你自己 去涉受所有重生的痛苦 所以老师说 当然我们劝发普利心 一定要做 虽然我们每个人 不见得都自己可以发普利心 那至少我们留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在不断的忏悔 不断的累积资粮 那一天我们这个种子就会萌芽 这个一萌芽以后 只要你给它资粮 你给它资粮 它就会长得很快 所以最好的资粮就是大悲心 所以以大悲心为水 来浇灌众生 所以养兵千日用在一起 等一下我们要上战场 还给各位带个钢盔 金凡 武器就是喷枪 希望各位能够去征服他们 征服他们是爱 让他们都超度了 好不好 你要说没超度就跟着你就好了 你负责要给他超度 所以要有这个精神 不然你就像我一样 我没办法 我不是英国人 但我们这一次只能来十天 在这个地方 你什么时候才来这边不知道 搞不好下辈子了 那你现在不能努力解决 那你要等到下辈子再来度他们 当然他们有时间 那儿鬼道 那生命可长得 但是太苦了 我想要这么多人去参观 大概至少是一个善心 他们可以感动 但是没办法超度他们 佛法不供于其他宗教 就是真实有超度的能力 这是佛教最殊胜 所以在汉从佛教 最重要的法会就是超度 因为佛法最殊胜的力量 可以帮助这些疾苦的众生 离开痛苦 那为了要帮助众生 那更要善共 对三善道 那这对菩提心的 这种实修 世界都在战争 只要有分别心 没有空性 永远在对立 永远在战争 但是因为战争死亡的 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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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希望下回我们组个团 战争超度团 哪里有战争 我们就要往哪里去 这下跑步 没有一个地方没战争 所以 那你要去帮助 那你化解战争最好的方法 就是平等的大悲心 所以你还不得不修 所以你不去接近战争苦难 你怎么会修悲心 就不容易 所以我想 众生是我们修利他悲心的 最好的助援 等一下还会发给各位一报 因为我们在这边把前行都做好 好不好 对整个世界 然后各位要发个愿 愿所有痛苦有情 愿所有痛苦有情 接来找我 接来找我 敢不敢 要要如此 这个叫盔甲 带起慈悲的盔甲 不要 就像一个医生护士 他要深入战区 深入病苦的急诊室 他才有生命的意义 不然他 这个护士就没那个意义了 那我想 我们学佛了 更要如此 各位今天去那个地方 有一个特殊 他们在一片大草地里面 吧 我们在一片大草地里面